时间到回1975年 一名蒙面男子当时闯进民宅 试图掳走16岁少女 女孩的父亲奋力阻挡 结果不幸惨死枪口下 时隔43年 警方终于找到了案件的嫌犯 而他就是今年4月落网 涉及12宗谋杀案的荆州杀手 72岁的前警员迪安杰罗 警方星期一召开记者会指出 虽然没有在这一起谋杀案中 发现嫌犯的脱氧核糖核酸 但是当局掌握了实质证据 随后就没有透露更多的详情 只是表示已经加控迪安杰罗 第13项谋杀罪 警方也相信 嫌犯在70年代 干下超过100宗破门刑窃案 还犯下大约50宗性侵案 但是基于已经过了诉讼期 因此无法加控罪名 侵入上最初的感觉